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观看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取得资料 也就是这些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下载下来 包含101年开始的实价登录 到109111年 也就是2022年第二季的买卖实价登录资料下载下来 那怎么样下载下来 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买卖 就麻烦请你直接用滑鼠右键 点这个资料夹然后下载 然后他会整个先进行下载的压缩 接下来我其实是要跟你们先分享我们的资料是怎么来的 去内政部不动产成交案件 实际资讯资料供应系统去下载下来的 他分别有下载了不动产预售屋租赁的资料 那接下来就麻烦请你们注意这个下载的格式 下载格式最好是下载CSV Jason插描 那通常内政部就是他要是越专业 他这三种形式档案都会提供 但是如果你去下载别个单位 他可能不是提供这么多 所以请你就是到非本期下载 然后勾选勾选你要是哪几年 哪几季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格式建议请选择CSV 然后再点这个下载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他的非本期下载 这边要翻线市 所以像我这边我是其实以我去抓的话 我就抓桃园市 然后我要的是不动产预售屋 以及这个租赁 不动产的租赁 然后接下来我就去把它下载下来 那你们呢就可以 因为下载下来了嘛 你们就可以开始使用 所以这一段我快速的先讲到这边 咱们可以